欢迎回到新闻的现场 陈冠希引爆的不雅照风波 至今届满一年 受害者阿娇在网络高调宣告要付出 将以Twins组合再度的亮相 曾经召开记者会议会致歉的陈冠希 他似乎也蠢蠢欲动 根据了解他将重返香港演艺圈 新专辑在六七月间发行 目前是已经在收割录制当中 陈冠希在去年退出了香港演艺圈之后 还是致力经营武装品牌 而且担任模特儿拍摄新圈传照 刊登在官网上一款他身穿的长袖T恤 胸口印有欧巴马的钞票图案 外界揣测他正为付出来铺路 而于他同位服装品牌老板的Tony透露说 陈冠希将会重新出发 但是因为不雅风波影响深远 惨遭中国的攻杀 只好从香港付出